婚姻呢 它是有一段磨合期的 可能刚开始的时候 你会觉得这个婚姻很绝望 还没啥意思 但是如果你走过了这段磨合期 也许你就会走得很好 但这段磨合期 该用什么样的态度来经历呢 作为一个曾经经历的 这个农家的儿媳妇 我想跟你做一个交流 女人刚刚结婚的时候 都有一个依赖的心态 就是我很想跟我的丈夫 好好地经营一个家 然后我想靠着我丈夫 她在我这儿是一边的 然后我在家里受委屈的时候 我希望她能为我说话 然后站着我这一边 对她的父母亲说一声 请尊重我的老婆 可是初婚的阶段 男人似乎很难这么成熟 非常遗憾的是 绝大多数的男孩 因为她心智不够成熟 而且缺乏从原生家庭中 剥离出来独立判断的能力 所以早先的表现 女人总是处在劣势 因为自己的男人 还没有成长到足够具有分辨力 还没有足够的耐心 血气方刚的脑袋 一听到家里人 谈到什么矛盾 立马就炸了 还来不及听完 那女人呢 初婚的时候也很难 从自己的家庭里剥离出来 总想要让家里的人明白 我在这里过得好 我在这里可以自己做主 我在这里是受宠爱的 想要向家里人证明 我在这个新家是有地位的 所以 在这个阶段里面 经常会在什么 在如何在向家人 大方的表达上 跟自己的丈夫发生冲突 这个女人为什么 要在娘家去争这个面子 为什么 她想要告诉自己娘家人 我在这个家庭里面 是有地位的 我在这个家庭里面 是能说得上话的 我在这个家庭里面 是受宠爱的那一员 他们把我当家里人 家里人不是为了 要她多少东西 家里人就在想 我女儿是不是 能受委屈了 我女儿这两百块钱 都不能拿回来 都不能够去做主 那在大事上 就更做不了主了 所以 家里人会对自己的女儿 在丈夫家里的生存状态 充满忧虑 这就是一个女孩 出嫁了 她想要家里人 对自己的一份安心 可是 男人这边 又很难靠上 家里那边 又很难把气给增上 所以这个女人 她内心里面会有一个 很深的孤独感 那这份孤独 就会渐渐地累积 转化成愤怒 你会说 她怎么老早茶呀 这份茶是什么来的呢 是日常生活里面 她点点滴滴 感觉不到 在这个新有的家庭里面的接纳 那接下来我就得告诉先生 其实你们也不需去关注这十五万 你们如果能够把更多的这份 关心给于这身边的女孩 聆听一下她的声音 她就会觉得 我是这家的人 那么她就会有一个 更投入在这个家庭里面 去做事 去经营的这份心境 苏丹老师的话 说到了小王的心理 作为一个新媳妇 她面临的困境 需要旁人的理解 这也是年轻夫妻容易产生摩擦 最重要的一个心理成因 面对苏老师的理解 小王的情绪出现了波动 老师们说的都是我心里想说的 因为我的妈妈也是比较强 我自己也能够感受到这种压抑 所以从结婚起我就感觉到了 所以我也是一直在跟我妈妈讲 我说老公对我很好 家公家婆都对我好 我也是在告诉她 就是说我就是一直都在说 我老公这好那好再不好 都是我选择的 但是老公做的一些事情 让我很失望 我不是不能做这些事情 他们所说的事情 我都能做 家务活什么的 做生意我也能学 你是希望得到他们的一些理解 接纳 对的 我也希望我能够跟我老公一起成长 就是希望他能够做一些一些 小王的表态 让我们看到了他脆弱的内心 能够感觉得出来 他对美好婚姻生活的渴望 那么他们该如何调整呢 密室环节展开 观察员文艳带着小王走进密室 一落座 小王就坦言 有时候用钱是真的不方便 刚开始我是没有问他们要钱的 只是在办婚礼这一段时间 这段接触当中 就是会发生这些 这些矛盾 那个时候我才开始提的 我开始提他就 我老公就不同意 他觉得你要用钱就在家里面拿就行 那又没人说你怎么怎么样子的 但是我觉得我可能在这方面 我有我的想法 比如说我买东西的时候 买水果 我喜欢买 买好一点的 买我喜欢吃的 那他们 他爸爸妈妈是比较节约的 他们不喜欢 他们就觉得 哎呀 反正能吃就行 小王说 矛盾是一个不断积累的过程 一些不舒服 慢慢的就演变成了激烈的矛盾 他也是始料不及的 文艳老师一针见血的 指出了问题的关键 你的先后顺序问题在哪里 就是你先需要了钱 而你没有先去做事 但是照顾孩子 洗衣做饭 然后丈夫出去工作 文艳老师认为 实际上这可能是 为什么丈夫家人 对王女士要钱最反感的部分 那就是在自己不能照料生意的前提下 他并没有做好一个妻子和母亲的角色 而想要分家或者是有生活费 也必须经历一个必然的阶段 你们先合在一起做一段时间 你也看看你的公公 文艳老师告诉小王 首先要让自己动起来 这是我们说话有分量的一个前提 而并非单纯的抒发情绪 在文艳老师和王女士交流的同时 厂商廖阿姨在和刘家父子俩交换意见 廖阿姨首先建议老刘 让孩子们独立起来 不是你们家两个店面吗 你这个世界通过这次调节回去以后 你没什么想法 要不你们单干 两个店面你选一个 但是有些经营大的方面 还是由我来掌握 还是由你来掌握 但是赚到的钱利润 就由你们拿去支配 孩子年轻 我们也要陪同他 允许他犯错 能够把店面的事情处理好 接下来就是小夫妻之间的问题 廖阿姨觉得 小刘应该学会表达 让妻子感受到自己的关心和爱护 要学会表达知道吧 你看看不要我说话 你点头点头 你就跟我对话 慢慢慢慢都会锻炼出来的 你等一下老婆来了 你会给他怎么说 你对着他 他是你老婆 老婆 嗯 之前的时候就过去 现在好好过 看得出来 小刘先生对爱的表达是生疏的 那么各自认识到问题的双方 最终会如何面对接下来的选择呢 小王能够如愿你偿分家吗 他们能够不计前嫌 携手走下去吗 好嘞 老婆 对不起 对不起 两年里的 有些地方我没有关心 让你参加的无非 好嘞 对不起 谢谢老公 夜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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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都是一些矛盾产生的 希望原谅 嗯 我能找他 爸爸对不起 你也知道我们不会轻轻计较的 过去了的事就像以前一样 你看我每次发生了什么事 是吧 特别是对你们 什么时候过去了去过去了 我又不费提起他 提都不费提起他 是吧 过去了的事 大家以后好好相处 是吧 提一个你们夫妻 是吧 要要要年年爱爱 是吧 互相宽容 互相包容 这个整个家里 也是这么一回事 是吧 所以把生疏自豪的前提下 这个大家庭都有 哪个都有缺点有优点 是吧 缺点应当包容 优点应当消息 是吧 嗯 好 先那么坐下来吧 坐好 关于这个分掐的事情 这个上还提吗 我不会要那个十五万 就是说经济要 就是说我要有我的支配 一些财产 还是就是以某种方式 你们小家庭有个小家庭的收入 是这个意思吗 对 这一点原则具体的你们谈 这个原则我问一下老刘 而媳妇这个要求 我就提个建议 我也跟他说了 现在我还是自动他 就是要嘛就是两个店面 请他选一个 他们自己两夫妻经营 我他不懂的地方 我还是会帮助他 可还有一种解决方法就是 那个他们分开来吃 那生意还是说一起做 嗯 他也要照顾店里的生意 就是美国他们那个 例外吃的那个生费费 五千块钱 五千块钱 我儿子讲的话 他就是要自动自己 留千八块钱的营运 像他们这个小家庭也调用了 好明白明白 小王 后面再再详细的去 去那个去商量 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新的好的开始 希望你们在未来的生活当中 能够让金牌调解 传输给你们的这些理念 不断地在你们生活当中去发挥作用 嗯 谢谢你们 调解结束了 看到一家人携手离开 我们倍感欣慰 认识到各自的问题 接下来就是扎扎实实地落实下去了 小王能回归到妻子和母亲的位置吗 小刘能担负起丈夫这个温暖的角色吗 这一切都要靠时间来考验 然而更重要的是 年轻的夫妻们 他们应该如何面对暗语责任 他们需要独立 因为只有独立才能成长 而作为父母 应该给孩子更多的信任与宽容